堂哥要去给前妻送救命的钱 不仅被现在的丈母娘阻拦 还被骂得狗血淋头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把这件事情好好地说一说 堂哥今年33岁了 从小就没有让父母超过什么心 不仅学习特别的好 而且在生活上面也是特别的独立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别人家的孩子 在堂哥的同学看来 他就是神异般的存在 无人能比 堂哥不仅学习很好 而且在人际交往上 他也是没有落下 因为堂哥的原生家庭非常的开放 所以在那样一个环境下 堂哥的性格活泼开朗 在班级里面人气很高 在上高中的时候 隔壁班的小姑娘经常跑到他们班里 偷偷看堂哥 毕竟学校里面有这么一个又高又帅 学习还好的人物存在 引起了不少同学的注意 堂哥的成长过程中 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 一切似乎都发展得很顺利 但别人对堂哥的称赞 并没有使他骄傲自满 堂哥还是保持着一颗谦卑的心 学习上也依旧很刻苦 没有谁的成功是突如其来的 在大家看到某个人光鲜亮丽的时刻的时候 那他背后一定有无数的汗水 堂哥平时学习非常的努力 在节假日的时候 堂哥的同学大部分都会出去玩耍 但是堂哥却是在家中独自奋斗 不仅会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还会提前预习 接下来要学习的课程 在高中毕业之后 堂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地的一流大学 在校期间表现的依然很优异 在开学第一天 堂哥就通过班级竞选当上了班长 之后还加入了学生会 大学四年来取得过很多的奖项 在大三的时候 堂哥在学生会部门认识了自己的前妻 当时前妻是比他小一级的学妹 堂哥被前妻出众的气质所吸引 而且前妻一点也不切场 当时他们在竞选这个副部长的时候 前妻一讲话的时候 就带着一种非常自信的腔调 平时做事的时候 也是很认真负责 顺利的当上了学生会的副部长 由于每天他们都会见面 还会进行一些工作上的安排 所以很快就变得很熟悉了 慢慢的堂哥和前妻开始了交往 在堂哥毕业之后 就被当地的知名公司录取 刚刚入职的堂哥 当时工资就已经达到了6000 虽然说堂哥已经从学校毕业 但是他还是会在 每周周六和周日的时候 去和前妻见面 两个人的关系一直都维持得很好 其实前妻是堂哥的初恋 在他谈恋爱期间 前妻教会了堂哥很多的东西 对他也是温柔体贴 又一次堂哥工作的时候 得了这个中感冒 但是公司给他安排的任务很重 而且还有时间限制 堂哥只能是咬着牙坚持工作 连轴转了好几天 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但是人在那样高强度的工作下 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 更何况当时堂哥还生着病 在一次会议结束之后 堂哥从凳子上起身的时候 可能起得太猛了 当时就晕过去了 同事就连忙把这个堂哥送去了医院 堂哥的前妻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都没来得及和班主任请假 还是当天晚上设有给他请的假 堂哥的前妻提着包打车去了医院 看到在病床上打着点滴的堂哥 前妻就真的是非常的心疼他 在他身边守了好几天 在第四天的时候 堂哥其实就已经有点好转了 于是他就想让前妻回学校去学习去 不然请那么长时间假的话 肯定是会扣分的 可是前妻呢却听不进去 他觉得自己一定要亲自守在堂哥身边 才放心 因为堂哥每天晚上呢要换药 所以呢是需要有人在旁边看着的 等药输完之后呢 就得去叫护士换药 所以呢堂哥的前妻就非常的不放心这点 于是呢每晚前妻都会熬到很晚 等换了药之后呢 他才舍得去睡觉 有一次呢堂哥醒来啊 看到就是前妻呢 埋着头趴在他的手边睡觉 就觉得呀很感动 想着以后呢一定要努力工作 然后呢把他娶回家 等到堂哥的病好了以后呢 就又回到了公司去工作 但是这回呢他回去的时候 前妻呢叮嘱他一定要注意身体了 不能那么硬干了 不然呢他会把身体搞坏的 有了前妻的话呢 堂哥虽然说每天还是会很努力的工作 但是这回呢他会给自己留出一段就是休息的时间 放松身体调节情绪 后来呢堂哥由于出色的绩效啊 呃成功的升职了 前妻那会呢也从学校毕业了 在脱离了大学的校门之后呢 两个人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每次堂哥一下班呢就会到前妻的公司门口接他下班 两个人就会一起约着去吃饭 生活过的呀有滋有味的 在前妻工作一年多之后呢 两个人就打算结婚了 堂哥把前妻带回家之后呢 父母对他特别的满意 因为堂哥的前妻是比较乖巧懂事的 父母呢也相信儿子的眼光 对于他们的婚事呢 两口老两口啊表示很是赞同 于是呢两家人在协商之后 就顺利的给堂哥和前妻举办了婚礼 两个人结婚之后呢感情变得更加好了 可是慢慢的堂哥发现啊 妻子和他结婚都快一年了 也没见肚子里面有动静 堂哥的妈妈呢也开始着急了 这光是见儿子把儿媳妇呢娶回家了 但是这都多长时间了 儿媳妇呢却一直没有怀上孩子 于是呢就怀疑啊 是不是他们两个人身体出了问题了呢 后来呢堂哥的母亲呢 就让他们小两口啊 一起去医院做一次体检 看看到底是哪出现了问题 在检查过后呢 医生和堂哥两口子说啊 你们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但问题不在男方而在女方 医生和他们说明了原因之后呢 堂哥和前妻送肩就像泄了气的啤酒 原来堂哥的前妻是不能怀孩子的 这个消息对于才结婚一年的老 就两口子来说啊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但是医生呢告诉他们不要放弃 现在技术这么发达 只要他们愿意尝试 说不定呢就可以成功的 后来堂哥和前妻呢 也听了医生的话 去做了这个试管婴儿 但是在试过好几次之后呢 都是失败的 那个时候呢 其实前妻就有点想放弃了 堂哥的这个父母呢 在知道儿媳妇不能怀孩子这件事情以后呢 非常的沮丧 但是他们并没有和儿媳妇多说什么 只是内心啊感到遗憾罢了 但是堂哥的前妻呢 还是看出来婆婆和公公的不开心 那段时间呢 他们一家人都闷闷不乐的 堂哥的前妻呢 觉得呀自己不能说再这么耗着堂哥了 既然自己不能怀孕 就意味着他不能给老公生孩子 这样的话肯定是会耽误他的 于是呢 没过几天 堂哥的前妻呢 就和堂哥提出了离婚 可是堂哥在听到前妻这么说啊 以后呢 然后他就根本不同意离婚的 他觉得两个人既然真心相爱 为什么要因为不能生孩子 这件事情而选择结束感情呢 可是堂哥的这个前妻呢 态度非常坚决啊 一定要和堂哥离婚才可以 而且呢 还为了这件事情和堂哥大吵了一架 后来他就开始不理堂哥了 还搬出了卧室 平时呢 也不和堂哥说话 更别提让堂哥碰他了 两个人呢 就这么分居有快一年的时间 前妻呢 觉得实在是不能这么耗着了 于是呢 就让自己的父母出动了 堂哥前妻的父母呢 都是文化人 所以呢 也很理解女儿这么做的原因 他们也觉得 既然自己的女儿不能生育 就应该结束了这段感情 让堂哥呢 开始新的生活 于是呢 老两口就到了堂哥的家里 把这个亲家母和亲家公呢 都叫了过来 把他们的这个真实想法呢 告诉了堂哥和他的父母 在双方的这个家长的劝说之下呢 堂哥最后同意了离婚 可是在离婚之后呢 堂哥就开始掩面痛哭 他觉得这段感情结束的实在是太可惜了 两个人一起经历过那么多的欢乐和泪水 但现在却只能各奔东西 后来呢 堂哥就把自己的悲伤转换成了工作的动力 把全身心都放在了工作上 过了两年以后呢 父母就又开始给他安排这个相亲对象 因为老两口觉得呀 既然堂哥呢 已经结束了和前妻的婚姻 就应该再找一个合适的女生结婚 从离婚到现在呢 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父母觉得堂哥呢 也该放下 就是再去过新的生活了 可是堂哥却一一都拒绝了 父母给他安排这个相亲对象 他觉得呀 自己现在呢 并不想结婚 可是眼看着呀 父母的年纪呢 也越来越大了 一向笑顺的堂哥呢 不想看着老两口 每天就是为了他的婚事呢 而操心 于是呢 慢慢的就开始接触同龄女性 在一次母亲安排的相亲中呢 堂哥认识了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女神 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堂哥发现啊 对方人还不错 于是呢 在交往了两个月之后 就选择了结婚 可是婚后呢 堂哥发现 自己和妻子性格非常的不合 虽然说自己只比妻子大了两岁 但是他的性格非常的娇柔作作 而且脾气还很差 经常和他就是耍性子 由于这个妻子家里面呢 条件很好 所以呢 从小妻子就是在家里面呢 被家人 就是在手心里捧着长大的 想要什么 家里面的人就会给他买什么 这就导致了 妻子把这个坏毛病呢 带到了他们家 可是因为堂哥和妻子呢 才结婚不久 他不想因为这些小事呢 就和他吵架 于是呢 就一直忍着 后来呢 在妻子怀孕之后啊 就变得越发的胡闹 经常会因为一些小的事情而大发脾气 工作一天回到家的堂哥呢 还要忍受妻子的谩骂 他觉得非常的憋屈 于是呢 就经常出去和朋友喝酒消愁 在孩子出生以后呢 堂哥的妻子才开始变得不那么胡闹了 堂哥本来啊 以为自己呢 可以过一段平静安逸的生活了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呢 让他彻底的爆发了 在一天晚上呢 堂哥突然接到了前妻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呢 前妻的这个声音啊 非常的微弱 带着一丝沙哑的说 自己得了重病 可是他家里面所有的钱 都已经用来给他治疗了 实在是拿不出钱看病了 于是呢 就想和这个堂哥呢 先借点钱 等以后他病好了 再把钱还给他 堂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当晚就准备了30万 准备第二天呢 就给前妻送过去 可是这个事情呢 不知道怎么就被这个丈母娘给知道了 一大早就来了堂哥家里呢 堵他 不仅不让他出门 还对着他破口大骂 一把抢过了 就是之前准备好的这30万 这让堂哥呢 非常的生气 他现在这个钱 可是拿给前妻去救命的 事关紧急 丈母娘怎么能这么不讲道理呢 可是丈母娘却在一旁啊 振振有词 说呀 既然已经离婚了 就应该断的干干净净 不要再有瓜哥 因为这件事情呢 堂哥还搬出了家里 您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是谁的错呢 如果是您的话 您会选择怎么去做呢 欢迎您在视频下方呢 给我留言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您的好朋友 娜儿 喜欢娜儿的朋友呢 帮忙点赞 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